南加教育界和社區領導 今天上午在亞裔青少年中心召開記者會 宣布聯合洛杉磯郡 加州州立大學將會在6月21日 在加州的州立大學舉辦 全日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幫助家庭和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免費教育講座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育學院 和洛杉磯院教育辦公室 和亞裔青少年中心合作的講座 除了針對學生、青年和家庭之外 還有家長和社會的利益相關者 職前教師、在職教師、行政人員、 學生支持人員和其他照顧者 在現講中與會者中會花上一天的時間 進行很多主題的分組討論 包括預防自殺、非自殺性自我傷害、 霸凌、憂鬱症和男女同性戀者 變性和自我性別質疑學生的相處 正面管教的行為改變、 青少年發展和煙草的防治等等 講座將會在6月21日上午8時30分 直到下午4時 在加州州立大學落寢機分校的劇院舉辦 更多詳細內容請撥打電話 626-309-0425進行諮詢 Lead Consultant主要的顧問 Richard Lieberman 他是有30年的經驗 在青少年、尤其是學生的 自殺防治上面 他會有一個Workshop以外 我們還有Project Spin 他是LA Gay and Lesbian Center的 Sara's Train 也會有一些training 還有一些Cal State LA的學生跟教授 都會提供像自殺防治 自殺防治 還有霸凌 霸凌的防治 網路霸凌 自殘 所謂的non-suicidal self-injury 還有憂鬱症、depression 如何與LGBTQ學生合作 如何能夠知道他們主要的這些 Information Session 天哪維市記者 孟子民 蔡風報導